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了价 我的报价单过去了 结果对方完全是没有反应 那么石沉大海 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我们一个人来看 我们看像美国人 他们写了很多谈判书 美国人碰到这样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怎么处理呢 那么美国人有的时候他会这样子 他会在报价的时候呢 故意有一部分东西模糊 引对方发稳 也就是那么就这方面来测试对方的一个兴趣 比如说我今天报了价 报了价 我说如果量多的话呢 可以打折 但是问题是什么叫做量多 门槛是多少 对不对 或者我今天讲说各种的这种折扣啊 各种不同的优惠啊 可是我根本没有提到说我怎么交货 交货的包装啊 比如说我怎么包装 那我这个纸箱是几层的纸箱 那我怎么运送 这每个都没讲清楚 然后我就跟你讲说大概量多 大概多少钱 那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 他就刻意的留这么一点含糊的地方 然后你如果打电话来问 表示你可能有兴趣 对不对 他就这样表演 这样的时候呢 你说不然量多没有讲啊 或者交货时间了啊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都可能是一个预留的一些破绽 引则出动 但也有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在讲 对方没有回应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不想到各位 你以为在谈判的时候 或者在买卖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对方只是来寻价 比如像我有时候买东西 也是这样子 我学了价钱以后呢 我先搁呢 我可能弄个档案 我装起来 因为以后我可能要买嘛 对不对 可是不是现在嘛 所以你当sells 你不要一直问一直问嘛 你问了你讨厌啊 对不对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因为我就说这件事情我可能不讨厌 可是我没有急迫性 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教你了 你也是用个方法 你来搅拌一下 你给我一点急迫性嘛 对不对 你让我知道说可能是折扣快结束了 或者是什么样的销售在一个大的一个方案呢 那么时间快到了等等 你原来创造点急迫性给我 但是在这里面呢 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老急着问 第二个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发现公司里面啊 就一个公司它本来是寻价 就那公司被别人买了 以前我跟一个很大的电脑公司上课 他们的sells就发生这个问题 就是他被买了 比如说我今天是跟A公司 那我今天跟A公司来往的时候呢 那么结果有的时候 A公司承办人很喜欢我的东西 但是呢 他没有下单 那下单呢 于是我这学生呢 他是这个销售嘛 他就问了怎么回事呢 哦 原来A公司被B公司买了 因为他就接触B公司的那个承办人 因为本来A公司是假来跟他接触 来接触后来呢 变成B公司变成E啦 E才会跑去接触 那接触呢 就发现呢 这个E呢 也蛮喜欢一下他们家的东西 可是这订单还是没来的 那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呢 后来他再去打听 哦 原来这个B公司买了A公司之后呢 他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设厂 要盖新的厂房 那你盖新的厂房 那当然这个买电脑设备的优先顺序呢 就压后了 压后了 不是不喜欢 而是他们整个计划有所改变 那学生跑来问我说老师 那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我常常我的答案是 那我又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对 你要去问嘛 啊 刚刚有同学发生有这个问题就是 很多事你在家想 你在家猜 那结果你不去问 你不去问 你也不晓得他们内部是什么状况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找你问啊 或者找律师啊 或者你找合伙人啦 找会计师啦 嗯 总有一个什么样那个名目过去拜访一下新的客户啊 了解他们现在的状况啊 你总有办法要亲自去 你才问得到答案嘛 对啊 这是第二个状况 那么有的时候呢 它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这牵涉到说 比如说你是个人啊 你是家庭啊 比如说 呃 或者是公司啊 那过去我曾经有一个学生的他们就这样子 他们家的东西啊 卖到美国一个超市 那美国的超市里面呢 做决策要买东西呢 有甲乙丙丁四个人 甲很喜欢买他们家东西 很有兴趣 乙丙丁有不同的意见 哦 那甲一定要买啊 所以甲后来就独排众议啊 甲买他们家东西 买他们家东西 结果我谁让他们报了价 报了价 正常状况讲说 我如果报了价嘛 那你如果觉得过高 你还个价嘛 对不对啊 你还个价嘛 我来看看这个还的行不行 那么然后如果不行 我再丢个价钱 第二次报价 一来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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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间差距逐渐逐渐的越变越小嘛 最后达成协议啊 谈判本来就这样子啊 所以学生他报了价以后呢 嗯 对方回了一下 所以像他又报了价 然后就没瞎闻了 就没瞎闻 后来谈判就破局了 不觉得很奇怪啊 他后来纳闷 可是他们公司跟美国那个超市呢 也不是只有一次来往嘛 后来就 后来当然还有别的项目来往 别的项目来往呢 后来过一阵子事情过了以后呢 实在忍不住了 还就问一下这个美国这个人呢 就说 哎 当初啊 我跟那个某某人报了价钱 没反应啊 就后来就打听了 结果说 其实我想知道他们的底价是多少 就后来他很熟吧 底价讲出来 那底价讲出来 他是可以接受的 半句话说 就是对方能够出的最高的价钱 跟我学生他们卖方 能够接受最低的价钱 中间是有重叠的 是可以成的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成 为什么他报了价以后 对方就没回呢 为什么没回呢 后来原来就搞清楚 是内部有不同 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比如说贾喜欢他们家的嘛 乙丙丁不喜欢嘛 不喜欢那么 我学上报了价格以后呢 那第一回合呢 当然还了价 还了价又报了价 报了价呢 当然还没有到他的这个重叠区 或者是协议区里面嘛 那最后乙丙丁三个人就嘲笑贾了 你看你那么喜欢他们家公司 你看人家没把你的善意当一回事 你看他的价钱报那么高 哇一怒之下就破局了 那我们在外界永远不知道嘛 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什么状况 对不对 那还有的时候你想要卖东西 你倒卖给一个个人啊 他可能喜欢 结果他太太不喜欢 或他先生不喜欢 就他喜欢以后 太太不喜欢 先生不喜欢呢 夫妻两人吵一架 吵一架结果呢 就不买嘛 不买 然后你就追问他为什么不买呢 那他若跟你讲说 我先生没答应 我太太没答应 那很没面子 很没面子 他就说不买不买不买 你有什么原因我不买 他不会讲出真的原因嘛 那你这追问追问是没有用的嘛 没有用的嘛 所以你在想 你绞尽脑子想他为什么不买呢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人家不买的原因 他永远不会告诉你 永远不会告诉你 就只要想办法去增加我的东西 让我东西非常的秀色可参 让我东西非常具有吸引力 那么你不试试 不是问他说怎么样怎么样 你没有用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通常来讲呢 你也不记得 不要去急着叫他同意 不要用我的想法去猜对方的想法 知道吧 我刚刚跟你讲说 你永远不会知道嘛 对不对 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一个原因 但是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猜 他一定是这样 他一定怎么样 其实他不是这样嘛 不是这样嘛 不要猜 也不要逼着他说 赶快说嘛 赶快说嘛 好不好嘛 再好的东西 这样子咄咄逼人 结果都是不好的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怎么回应呢 一个方法就是 我刚刚讲过 我们可能用一些新的一些方案 一些折扣 新的规格 重报价 对吧 对原来你报的价格 他没有反应嘛 没有反应 我就是新的规格 因为现在有一个新一代的产品 那我新的规格 可能更符合您的需要 这特别跟你说明一下 或者说呢 今天什么节日到了 那么因为庆祝的节庆呢 或者周年庆呢 或者国家什么节日呢 那么我们有个特别的 一个销售的一个方案 一个促销 特别便宜 也特别跟你讲一下 或者什么样的折扣啊 等等 像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拿着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对不对 用我们的理论上来讲 就是增加你的这个产品 或你的方案的吸引力 可是呢 千万记得 再找个停损点 我们时间有限 对不对 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时间有限 那我在这个客户上面 我必须要 我想要投资多少时间 以前我也是跟一个电脑公司上课 电脑公司就跟我讲他的例子 他卖的东西 到个政府单位 到个政府单位呢 那这个政府单位的IT呢 他是很喜欢他们家卖的这套解决方案 那么就是 可是呢 这个IT快退休了 他只有六个月就要退休了 他也许一言九鼎 也许曾经有影响力 但是那都过去了 因为半年以后就过去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个IT呢 他想办法把这个案子呢 他也愿意接受 他也要买单 他把这个案子呢 就推荐给总经理 可是总经理是非常保守的 因为这是政府单位嘛 总经理想 哎呀 现在这个政策什么风头上 我还是少花点钱吧 总经理呢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想法 他的目的就是来把这个位置能够看好就好了 他也不想有什么样的成就 那我就问这个电脑公司的 这个学生 我说你们家这个产品啊 如果不用你们家的解决方案 他那个公司会死吗 他也不会 我问他为什么买呢 他说买这个解决方案呢 就可能这解决方案会让效率好一点 可是就这个总经理来讲 他是消极的守成型的人 对不对 你刚才讲好一点 他觉得没有必要嘛 我不买不是一样过日子吗 好 那IT有兴趣 可是IT快退休了 那你准备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要投资多少时间 多少精神 对不对 所以通常我们会把客户分类嘛 像这一类的客户 无可能只是保温 保个兴趣 保在那 也许他IT退休了 新的信息部门的主管上来以后呢 可能他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再跟他再说嘛 或者呢 因为他是政府单位嘛 他那个总经理呢 是政治任命 政治任命 政治任命 他会掉职的嘛 说不定下车掉了一个职 把另外一个总经理来 那你机会就多了 所以你重要是保持沟通的渠道 你要该有的这个资讯啊 新的型号啦 新的公司的行路啊 等等产品东西 那你要寄给他保持接触 但是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上面好 你老子想他们回应怎么办 怎么办 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不是你想得出来 你能怎么办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这种消极的客户呢 当做一个被给病的状况 我们就搁难 搁难 然后我们看后面的 我们该怎么做 这大概来讲 你可以思考一下 要不然就是我们回忆一下 要不然就是美国人讲的 你怎么样去引诱他 对不对 原来报价去引诱他 要不然你用新的东西去调他 去搅拌一下 或者给他那些时间压力 说我们这个期限 或者这个方案快结束了 对不对 压力是把它推 新的方案是把它拉 对吧 然后呢 我自己决定一个停损点 这个呢 可能是我们在面对对方 没有反应的时候 比较可以尝试的 做这个方法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刘伯荣教授 谈判会和事 希望多少 可以给各位的报告 请 Reform圣教授 请假订